我覺得運用人都是每個人的選擇 反正市民其實過去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都會看在眼裡 其實就是反正走過必留下痕跡 包括我們自己重生二十幾年也是 如果你有一些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不可能不見了 所以就是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比較重要 為什麼看王室堅你的好朋友又誇獎 上節目說這個看好你選情 可能最後是會贏獎萬一 因為他太軟難了 王室堅是我的好同事 他常常稱讚我 我就跟他說你可以不用再稱讚我 應該要罵我一下 因為他是佛龍命格 怎麼看衛福部長陳時中 衛福部的新人事案 那因為陳時中說他可以安心離開 另外還有就是王副市長昨天說 你有規劃參選 那有沒有時間表 我想衛福部的人事 衛福部跟防疫事息息相關 那指揮官的工作是非常重大的 因為在台北市的指揮官就是市長 因為他必須要調度所謂的跨局處跨部會的 那同樣的中央 陳部長當指揮官 他是衛福部長間 那現在次長間 顯然是全責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又要調度其他部門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變成他最大的挑戰 那藍綠人選出來 大家說兩邊選民會歸對 反而不利你的選情 那你自己怎麼突破 大家都忘記一件事嗎 中間選民決定台灣的未來 如果大家還是認為說藍綠可以綁架 那就不會政黨人替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